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AI技术学堂 今天主要是跟大家讲讲 怎么样用AI制作一个非常棒的视频封面图 对于一个视频创作者来说 视频的一个封面图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它直接关系到你的一个视频能够吸引到多少流量 你的视频有多少播放量 那跟你的一个封面图的一个点击率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说你有一个好的封面图 它只展现了100次 那如果你的点击率是5% 那么你可能就会获得5个访客 那如果说你的点击率只有1% 那可能你就只有一个访客 所以这个封面图它决定了你的视频的一个播放量 那我们怎样才能制作一个高点击率的一个封面图 那换作是以往的话 大家可能想到的工具就是一个剪印制作封面图 或者说用一个cover来制作一个封面图 都需要调整了需要你的拍摄 你的拍摄功底好再加上你的技术好 你才能制作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封面图 现在呢有了AI的出现 有很多很多好用的一些绘图工具 那它就可以帮我们制作出我们想要的一些封面图 比起我们自己制作的更加的专业 那么接下来小鱼儿就教大家如何利用AI工具来制作封面图 那新进来的新朋友记得订阅一下小鱼儿的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那首先你要明确你想要做的一个封面图 它的效果是怎样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上油管上面来找一找灵感 你知道吗 我们可以找一些大网红 看看他们的一个封面图是怎么制作的 比如说这个油管上面的这个Mr.Beal 那它的粉丝呢已经超过两亿了 它的每一个视频呢都有非常高的一个播放量 那么在这种高播放量的视频里面呢 那它的封面图肯定是花了不少的心思 肯定是非常用心的做的封面图 我们就可以从它的这个封面图里面找找灵感 那接下来呢我会分别用三款AI工具呢 来教大家制作封面图 大家呢一定要看到最后 一说到GPT的话大家都知道 最近OpenAI出了一个GPT4O 那它的绘图功能呢是 你想象不到的啊 真的非常的神奇 那么目前为止呢 还可以免费试用这个GPT4O 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GPT的账号 或者说你还没有升级一个GPT的话 在描述栏呢 我会有一个GPT成品账号购买 大家可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试一试 那如果说你想直接升级一个GPT4O 你也没有一个合适的银行卡 那小鱼的这期视频呢 有教大家如何啊 国内的用户呢 如何升级一个GPT会员 那怎么样去购买一个虚立银行卡 怎么样去开通一个虚立银行卡 那这期视频呢有详细教大家 那这里呢我也会把这个链接来放在描述栏和视频上方 那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个GPT升级的问题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啊 用一个GPT4O 开启一个新的窗口 那首先呢我要让GPT呢 让他帮我找出这个油管上面的比较火的啊 比较流的十位YouTuber博主 那我这里就给了他这样一个提示语 直接发送 那么这时候我们需要借助一下GPT4O 让他来帮我们找寻一些大咖啊 大网红他们看一下他们的封面图是怎么制作的 可以看到这里GPT呢 已经把这个前十位呢 帮我们已经写出来了 那么手机第一位的呢 是一个Tesers 已经达到了两亿六千六百万的一个订阅者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让他直接给我们给出一个频道的一个链接 我们直接让他写出频道的具体链接 那这里链接已经给出来了 我们直接点击他的一个频道名称 就可以进入他的一个频道 我们点一下看一下 已经达到了两点六六亿一个订阅者 那这个是第一个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 这个就是Mr.Beast 他也是两点六四亿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三个 这个是一个儿童频道 那这个儿童频道的话 我们就不用看了 直接把它关掉 再看下一个 第四个 那第四个呢 其实和第一个是一样的 他也是印度的一个 印度那边的话 他们是可以直接访问油管的 所以他们的粉丝量高了 也是可以理解 因为他们那边人口也非常的多 那这个印度的我们也先不看 那我们看第五个 第五个还是一个儿童的 那第六个这里看了 也是一个儿童的 第七个也是一个儿童的 这里呢 我们就看第二个 Mr.Beast 那我们可以看了 这个Mr.Beast 他的一个封面呢 大部分啊 就是有一些表情啊 一些非常多的一些表情 各种表情包啊 这个简直就是 大多数啊 都是他的一个笑容和惊讶的表情 作为一个封面图 非常的有个性 这里呢 我们可以让GPT4O呢 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这些封面图的一个特点 比如说他的一个颜色 表情主题等等 那么我们也可以根据 这样的一些特点呢 来制作自己的一个封面图 那回到GPT4O 那么这里我们就文 直接问他 YouTuber Mr.Beast 他的封面图有什么特点 让他帮我们分析一下 那么这个GPT 他会直接获取这个 他的这个频道的一些图片数据 那可以看到 他提出来了六个点 第一个是鲜艳的色彩 那这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色彩可以看 确实是挺鲜艳的 第二个呢 是大字号的标题文字 看一下 他的标题也是很大的 这些标题确实大字号的 第三点是夸张的表情和动作 这个我们刚才都已经看到了 他的表情非常的夸张 关键场景的一个预览 你的视频封面面 封你的视频里面 最引人入胜的一个场景时刻 它这里面是有的 高质量的图像 这个就是说一个图片的一个分辨率 分析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 那我们就让他帮我们生成一张 这样的一个效果图 根据以上特点来帮我生成一张效果图 比例呢是16比9 直接点击发送 为什么建议大家一定要来试一下这个GP4O啊 它绘图的 它在绘图方面啊真的也特别的厉害 那可以看到啊 这个呢是为你生成一个Mr.Beast 然后它的一个视频封面的一个效果 图片包括鲜艳的一个背景色 夸张的表情大字号的一个文字和清晰的图像质量 后面可以看到还有点这种炸裂的这种感觉 那么这里我们再让它帮我们生成几张不同的 让它再生成三张不同的效果图再看一下我们 其实这个效果已经非常不错了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效果真的已经非常不错了啊 可以我们再看一下 比它的这个色彩更加鲜艳 这个颜色都是这么鲜艳的啊 真的已经非常的不错了 那如果说你觉得不满意 其实你还可以更改 你比如说背景的颜色啊 你可以啊可以让它稍微淡一点 背景颜色稍微浅一点 那么有什么不满意的 你可以直接提出来 那可以让它重新帮你生成 那这个颜色呢就比刚才的浅了很多啊 可以看一下啊 它变成了一个浅色系的了 这个颜色确实非常的深了 非常的显眼 OK那接下来呢 我再给它这样一个提示词 我准备做一个视频 内容呢是关于AI的 请根据这个主题呢 结合以上 Mr.Beast的视频封面风格 帮我生成一张封面图 比例呢是16比9 我们直接点击发送 可以看一下啊 非常的有个性 那这里有个AI 这个头发上面就感觉像是带着一个大脑一样的啊 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里呢 不满意你直接让它改 比如说我不想出现这个美国男生 我想出现的是一个亚洲男生 OK 那我们就直接让它替换 可以看一下啊 换成了一个亚洲的一个男生 那这里呢还可以啊 比如说 我把它换成一个美女 我让它换成一个法国的金发美女 OK 可以看一下换成一个金发美女了 这里呢我让它再改一下背景颜色 那么我告诉它背景颜色太单调了啊 再换多几个色彩 我发现真的 这个4欧啊 你看了没有啊 它每一次都能按照我们的要求来绘图啊 可以看一下啊 它在帮我们再加了一些颜色进去 那用4欧真的来做封面图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说不要卡通的女生 我把中间的女生换成一个真实的一个美女 那这里呢 你喜欢的图片呢 你可以直接点击这里啊 有一个下载按钮 把它下载下来 比如说这个我觉得这个男生还不错 那这个女生也还不错 把它保存起来 那如果不满意的情况下呢 我们还可以给它一个这样的提示语 那你生成的照片呢 我不太满意 请你告诉我这张图片的一个plant是什么 这张图的一个提示语是什么 那我要用其他的AI图片来去生成 试一试 OK我们就直接发送给它 那可以看到它这里呢 给了我们一个图片的一个提示语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用这个密尽力来试一下 打开密尽力 这里密尽力呢 我也是一个便宜合租的 小鱼用的也是一个合租的 这里链接呢 我会放在描述栏 大家可以直接去打开 那这里呢 我需要先添加一个服务器 点一个亲自创建 仅供我和我的朋友使用 这里呢 输入我的名字 这里呢 再给它添加一个头像 点击创建 已经创建成功了 创建成功的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先把密尽力的机器人给它拉进来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打开一个 打开一个其他的一个绘图页面 这里找到一个密尽力机器人 点击添加APP 添加至服务器 在这里选一个 选择我们的一个服务器 选择继续 点一个授权 勾选一下 我是人类 已经添加成功 我们就前往 这个时候就回到我们自己的频道了 绘图的话 我们一般情况下 都在自己的频道绘图 接下来呢 我们就这里输入一个斜杠 点一个Image 我们去把我们的 刚才的一个提示语 给它粘贴过来 这里呢 把这个提示词输入到后面 我们输入一个比例 AR16.9 用V6版本的来生图 那么这里呢 你还可以以图绘图 那以图绘图啊 很多朋友如果说你还不太绘的话 这下面也会有一个 以图绘图的一个链接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里右上角我也会放一个链接 那接下来 我把刚才保存的图片 那这里呢 我们就直接 还是点一个斜杠 点这个T字块的 我们选第一个点下 上传我们刚才的图片 上传之后双记一下 明镜里做图的话 有的时候是 有的时候是需要等待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耐心 那可以看到 它已经根据 给了我们四个提示词啊 我们可以每一个 去单独生成一下 我们点 直接点这个1 点提交 点这个2 点提交 我们可以把它每一组的一个 提取出来的一个提示语 都去生成一遍 这四组我们都可以生成一遍 可以看到啊 这个是刚才我们 复制过来的提示词 生成出来的 还是可以啊 这个感觉啊 表情还是比较到位 比如说你喜欢哪一张啊 你觉得这一张 第四张不错 或者第三张不错 那这里呢 我们直接点一个U3 或者U4啊 我们直接把它放大 放大之后呢 你可以直接点击这里 下载 那这里保存 那这个呢 是根据我们刚才的 以图生图啊 刚才的图片呢 给出的一个提示词 生成出来的一个图片 再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呢 就是刚才的四组提示词 生成出来的啊 我觉得这个真的 密尽力的 每次都能给我们惊喜 可以看一下 它的表情啊 细节非常的到位 可以看一下 那这里呢 有一个比较接近真实啊 剩下的呢 都是带点卡通的 你可以把你喜欢的封面图呢 可以把它截图保存下来啊 我们再来 重新生成一个 我们想要啊 想要的一个封面图 你可以改提示词 那么你甚至可以换脸 都可以 那保存好的之后呢 大家 这里呢 我们还可以用这个 Promai来画图 那这个工具里面 它有很多的一些功能啊 这个之前小佑也有出个教程啊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看一下 它这个绘图功能 也非常的简单 直接把提示语输入到这里 在这里来选一个比例 16比9直接点击生成 如果说有的时候 你要需要 临时用个绘图工具的话 那建议大家可以使用这个啊 你可以 描述栏也有一个链接啊 大家可以直接打开 那这个感觉就 那这个感觉就差了一点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感觉就差了一点 比起这个 GP4O 再比起我们的一个 Mijerni这个生成出来的感觉就是 差了一点 这个 这个真的 这个效果非常的不错 那接下来 我们再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比一下 你觉得哪个生成出来的效果最好 那你就用 去保存哪一个 用哪一个来做你的封面图 那那接下来呢 你还可以去进行一个换脸啊 比如说这里面是这个男生啊 或者是这个女生 那么我们可以打开这个工具 那这个工具呢 它的名字叫Remaker啊 它呢 支持两种语言啊 可以看一下一个中文 一个英文 如果说你熟悉英文的话 你可以直接用英文了 你不熟悉一个英文的话 你就直接把这里给它改成一个中文 它换脸 大家可以看一下 AI换脸啊 还可以多人换脸 那也可以视频换脸啊 这个非常的 在线免费换脸 这个工具真的非常的好用 还可以批量换脸啊 大家可以来试一下啊 可以AI写真 AI绘图 那么还可以无限放大 那这儿我们就点这个立即换脸 把我们刚才的这个图片给它加进来 把我们要换的脸给它上传进来 那我想给它换成一个 换成另外一个美女 那这里呢 我们点击这个 已经换脸成功了 真的啊 皮肤都已经换掉了 这里呢 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download 进行下载 那我们还可以再来试一下 这个男生 那我们再找一个男生来换一下 这里这个女生我们也换一下 给它换成一个男生 那我们来换一下 非常的有意思啊 可以看到非常的像啊 真的 这个脸型几乎就是一模一样 我觉得比这个圆图好看 当你做封面图的时候呢 你想要 把你自己的脸放上去呢 大家就可以采取这样一个方法 来进行一个换脸 换好之后呢 直接点击一个保存 这里呢 还可以再替换一下 我们再换一个美女 给它换成这个吸烟的美女 看一下能不能换成啊 在换脸的时候 可以看到了 这个一次可以要用到一个学分 那登录的话 你就会有30个学分啊 可以看一下 换掉了啊 把这个抽烟的美女给它换上去了 那这里我们保存一下 那这个工具配合我们的一个AI绘图 来制作一个封面图是非常不错的 非常的逼真 我们这里可以把我们保存的图片给它 存在一个文档里面 那么视频讲到这里了 这个封面图的制作呢 小鱼差不多就给大家已经分享完了 那我主要想给大家讲的是呢 这个封面图啊 对于我们的一个视频来说 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的封面图要有特色 有特点啊 可以吸引更多的一个观众来点击 它就可以提高你的一个播放量 那现在有了一个AI的一个帮忙啊 我们制作封面图就变得非常的简单和高效 那么这里使用到的所有链接呢 小鱼都放到下面的描述栏里啊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打开 那大家都可以去尝试 不同的一个风格和创业 今天小鱼讲的呢 只是其中的一种 相信你呢 也能制作出更多更好 更吸引人的一个封面图 有任何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在下面给小鱼留言啊 那你还可以观看小鱼的其他视频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